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现在呢给了一个这个数 然后给了什么除数跟余数有三组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标准的中国圣余定理 但是呢这个数字可以观察一下 观察我们会得到什么 除21余10 所以呢n我们可以把这种是n 等于21a加10 也等于什么23a加上11 也等于25 23b加11 25c加上12 但是呢10c12跟212325 我们留意一下 这边如果乘2 它刚好呢就是跟这里差1 所以我今天呢可以去看一下2n加1 2n加1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数是什么 21的a加1 也会等于23的b加1 也会等于25的c加1 因此我们要找的数就是212325的最小公倍数 所以呢2n加1 这最小公倍数就会是12075的倍数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解出来n就等于6037 所以每个数字和就是16 所以这道题的解题关键 就是要观察到余数跟除数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一下